一战之战 一物之隔 说得太好了 在朝鲜战场上 我们平了命 要和敌人血战倒地 直到最后的胜利 要建设一支强大的军队 只有这样 才能制止战争的发生 张群生 95岁 是我们连队的老英雄 时隔72年 我接过了他的军号 成为了连队里的四号员 十年前 我从校园步入军营 那个时候 感觉战争离我们还很遥远 2012年12月10日 习主席来到我们训练场 登上了我们的复战车 反复兵主我们 要加强裂兵备战 时刻准备打仗 十年来 在一次又一次重大的风险挑战中 我们更加懂得 当兵就要当能打仗 打胜仗的兵 当今事件战争的阴霾 远未成功 在动弹变革的安全形势和国际分析中 党中央带领我们 充荣应对 运筹帷幄 坚定地 灵活地开展军事斗争 形成了能打仗 打胜仗的新时代军事斗争 方略艺术 随着军事技术的不断发展 一方面 极大的提升武器装备的效率 武器因素的重要性在上升 另一方面 推动人与武器的结合更加紧密 更趋于一体 人 意愿是战争的决定因素 打赢现代战争 必须把握人与武器的辩证关系 近几年来的几场局部战争中 无人机是明星武器 它可以长航时侦察 发现及攻击 还不会带来飞行员的损失 表现出了极大的优越性 甚至改变了战争的进程 飞演开始 从中报告 老鹰 云飞 麻雀 已按时起飞 南方报告 A区 B区 C区 D区 地面防控力量 运行部署到位 同方报告 四行无人机 抵达正位 进行证查 这区全部雷达 须已开进 对同方目标 实际尖叫 不然起报告 侦察机已到达 预定正位 报告增火情况 距离三百千米 增破南方 地面雷达 五行数据户 无人机 是革命性武器装备 但并非真无人 只是无人机 在空中 在前方 人在作战的回路中 在后方 没有人的指挥控制 无人机 就像个断线的风筝 所以说 现代战争 决定胜负的 仍然是掌握了 科技知识 和战争规律的人 战斗力 有三要素 人 武器 人和武器的结合 武器越来越先进 刚多了 我们的契议要更多 关键是要有杆子精神 发现提机 行动 无限方向 无限方向 拉升 这里是中国决定 再次严重警告 为避免误判 立即行事危险行为 否则一切后果 有你承担 我们始终 干涂在一线 坚决维护 国家主传 安全发展利益 殖民强敌 我们敢于斗争 该出手时 就出手 杀木杀火 杀木杀火 我们心中有信念 必胜的信念 所谓胜利 而牺牲的决心 在得与失 生与死的魔力中 血染疆场 红幼疆土 是我不变的誓言 用流血牺牲 为胜利打开 风暴之眼 我们无悔 斗争是一门艺术 既要敢于斗争 还要善于斗争 战争作为斗争的最高形势 更是如此 不忘今来 世界战争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 战争指导艺术的最高境界 就是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 我理解就是坚持以我为主 激动灵活 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 只有这样 才能做到在各种重大斗争考验面前 从容应对 触变不惊 在全世界的瞩目下 我和战友们互围绕五星红旗 燃燃升起 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 想到祖国如今的繁荣昌盛 和平盛世是多么来之不易 那是我所有的骄傲与乐爱 一个和平稳定繁荣的中国 是世界的机遇和福祉 也是世界和平的压藏史 正确把握军事和政治的关系 就能在国际舞台上 掌握战略主动 为国家安全发展 创造有利条件 反之 在战争问题上出现误判 产生的政治后果 往往是关系全局的 甚至影响到国家生死存亡 长期以来 一些西方国家 为维护霸权私利 滥用武力 不仅制造人道主义灾难 而且破坏了地区和平 虽然打赢了一些战争 但却彻底失掉民心 我们知道 军事必须服从政治 战略服从政略 要统筹好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战略全局 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就必须从政治的高度 来思考和处理军事问题 确保我们的军事行动 始终都能够服从和服务 于国家战略需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